今天我们聊一下 同志公园 母诞园 其实好多在北京的朋友 都知道母诞园是一个同性恋的公园 那里有好多老头 也有当然是也有他们的猎物 好多老头喜欢年轻人 但是有一些年轻人 也是喜欢老年人的 有的人专门特意喜欢老爷爷 可能是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因人而异 其实不管你是喜欢年轻人也好 是喜欢老年人也好 只要是互相喜欢 我觉得就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公园大家散散步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聊会天也是挺不错的 但是因为现在好多没有工作的 流浪大界的也在公园 就要注意一些自己的自身的利益了 比如有小偷 一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机偷了 或者是好多生活当中的用品 比如金钱了 上山的时候一不小心把东西都丢了 所以说一定要小心第一就是财务 不要相信花椰巧语上当受骗 当然了 一些有素质 或者一些有经济条件的人 去公园几乎是很少很少 比如北京 通知遇迟一次50块钱60块钱 好多人宁愿到那地方去沟通交流 他都不会去公园的 因为那里面有监控器 消费也不高 所以说中层的人还是能消费得起的 其实公园人并不是特别多 也就是大家66万而已 好多都是没有工作 要不就是调节很差 所以说去公园转一转 公园里也有好多还是不错的 但是是很少数很少数的 比如琪琪老师了 她的她是北京人 她的素质就比较高 会给我们讲解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觉得有的时候跟她在一起聊天的话 我会感到自己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回忆吧 现在一年多都没去过了 应该我觉得现在天气慢慢变暖的话 人应该会有一些去聊会天 公园里嘛 其实每个城市都有 比如一些城市 上海 应该在人民广场 还有广州啊 励志公园 其实一些城市的地方几乎都有同志聚会的地方 比如北京的东旦公园都很出名 当然了里面也很乱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财务 其他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因为大家没有深入的去接触的话 你也不会去损失什么 交流交流 只要你用心的去沟通 也可能会遇到你自己喜欢的人 现在网络发达了 所以说 出去公园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出去的人一般都是去聊会天 大家都 天没黑的时候就已经回去了 也就是逛一逛而已 没有别的想法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出去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些 因为天黑的时候在树林里如果遇上打劫的话 那你是很惨的 因为树林里面是没有监控的 就算你报警的话 效果也不是特别的好 也听说好多人在上面丢了手机了 或者是上一次遇了一个老头 把自己的乘车卡丢掉了 然后当天走得回去的 我觉得也是特别不好的一件事 一个做乘车卡也就20块钱 你说一不小心把乘车卡也丢了 真不值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这个同志交友当中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好谢谢